29題 問我們有哪些措施能夠有效提高機車跟單車在斑馬線的行車安全 減少打滑的現象 那麼要解決這一題要先看到在題目最前面所做的一個新聞報導 他說斑馬線成為隱形殺手 機車跟單車騎士經過斑馬線 白色標線過滑 導致摔車傷亡 所以我們就表示我們的白色標線是比平常陸地要更加光滑 所以在那裡摩擦力很小 所以會造成騎士的機車 車子打滑 然後造成所謂的摔傷 所以我們知道白色標線過於光滑 然後造成車輛的打滑 然後造成了摔傷 所以要問我哪些措施可以減少打滑的現象 第一個講 斑馬線白色的材質不變 也就是光滑程度沒有改變 標線間的距離加大 就是間距 就是平常陸地的部分變多 那麼平常陸地是比較粗糙的 是比較有摩擦的 所以呢 比較有粗糙有摩擦的地方變多了 就可以減少打滑的現象 所以假是可以的 那麼以斑馬線的白色材質不變 也就是它的光滑程度不變 那麼加大白色的寬度也就使得 變得這個光滑的 會打滑的地方變得更寬更大 那這樣當然就會更會造成所謂的打滑的現象 所以椅是不對的 然後柄是提高白色標線的粗糙度 就是改變我的接觸面性質 使它變得比較粗糙 那柄的比較粗糙呢 摩擦力比較大 所以就比較不會打滑 所以是可以的 所以呢 從上面的討論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有兩個方法可以讓它減少打滑 就是假跟椅 一個是加大間距 第二個是改變我的白色標線的粗糙度 所以第二九題的答案 我們選擇是C 只有假跟餅